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GREENWOOD是圈圈直接选择ALL IN 37万的击分牌 我们的WINFREIT A8 也靠不动了 66相当于一对二 66选择跟住 既希望于对手是两高章 那么还是可以得到一个55开的 接近55开的对抗 但很可惜对手这里GREENWOOD是圈圈 不过我们的Leon筹码也是非常的深 也不怕跟你做一个这样的对抗 他只用了自己十分之一超过的筹码 只用自己差不多九分之一的筹码去做一个这样的对抗 如果GREENWOOD这里是SKING的话 那他这里还是66蛋有机会 那这里是一手被盖帽的手队 你再加了225 我只是说 100 我说是最终的筹码是最终的筹码 我只是说130 那是为什么我做了更多 我只是说我比较130 比较0 我比较260 比较130 好我们应该是快要接近开牌 可以看到场上的玩家即使在泡沫系也是非常的轻松 毕竟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 几乎是可以算得上是一场热身赛 虽然10万港币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笔巨款 但对于这张桌子上的所有人来说 10万港币可能 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弯一下腰去捡 哇 一个deset6 我们的Greenwood真的是非常的倒霉 让我们的6 是在短牌之后上运气非常的好 好 现在又有了一个反超的机会 除了两张圈的击中之外 他依然是有草花 以及10 顺滑双抽带set的击中 没有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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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Sam Grud 是成为这场比赛的泡沫 击中的缓上的子 就是说这是最维上的手 你也知道 然后刘的嘴也是非常连验 你也不能跟着你 因为你知之是最维上的抗沫 这边有一个平均 A.J. Sonsamaran 這邊也是有一個A.J.銅花 籌碼算是非常的多,有100多個前駐 這邊如果選擇做一個攻擊的擠壓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試著可以直接偷下底刺 這邊他選擇加注到25萬,是10個前駐 第二個我們的A.J. 選擇在UTG Limp Wraith O-In 他的A.J. 差不多是一個50幾個前駐 那A.J.在短牌裡面 是一個蠻適合主動攻擊的一個 一個手牌 他很適合去O-In,可是不是一個很適合接O-In的牌 因為在短牌裡面你的一些手牌範圍 要去抵抗他們的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 會比較跟長牌來說比較不一樣 那如果在一個Limp Wraith O-In的 就是先平跟在O-In的一個範圍裡面 A.J.並不領先什麼 可是你的A.J.去做這件事情是很OK的 那我覺得上身人們這邊 A勾就要去扣這個O-In其實並不是這麼的舒服 那我們的A.J.這邊O-In我覺得是非常的OK 看一下轉牌會不會讓我們的O-In有一個free run OK,分錢 場上一樣還是我們剩下八名玩家 A.J.選擇平跟入池 那在這個短牌的遊戲的過程中 其實大家看起來也許他的規則跟長牌其實是很像的 可是你也可以發現他們玩牌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那現在是有很多的平跟入池 好,四個玩家都選擇Limp 目前沒有任何人有任何的擊中 好,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Urin在這邊的 裝家位 按鈕位的Q10銅花 是一個比較有機會可以來投下底池的位置 那這邊我們的Earlings感覺是有一些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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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擇了一個 偷機的加注 那我們的Sonsameron這邊應該是沒辦法做任何的抵抗了 Earlings這個Race打得相當的不錯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這兩名玩家都做了一個蠻特別的動作 首先我們的Sonsameron這邊選擇要偷機的時候呢 被我們的Earlings選擇一個加注 可是他並沒有輕易放棄他的K10銅花 後門花的機會選擇了一個跟注 那我們Earlings在偷機的過程中 現在多了一個後門順花的機會 那但是他並沒有選擇在這邊選擇下注 因為我相信他應該是選擇這個偷機之後 他很擔心對手是真的有Jack 那在這個轉牌是並不會蓋牌的 所以他覺得他這邊Q10 沒辦法去在這邊下注 來偷得這個底池 他很擔心對手會有Jack 所以在這麼乾的結構上被加注還能跟下來 其實他現在已經不太能動 所以他選擇過牌試著去拿一張免費的牌再合牌 那在這種沒有重的狀況 Sonsameron也沒有任何的攤牌價值的時候 他選擇下了一個重柱 他選擇下了一個重柱 OK nice hand 我們的Sonsameron在一個 跟下來只有在合牌做了一個大的一個偷機 那現在大家也是在試著看有沒有辦法 多往前走幾步 我們在掌聲們這邊選擇了一個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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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算是三個人的起始手牌都並不是說太好 雖然在短牌裡面的重牌幾率比較高 一張牌從2%變3% 但這種勾九要去買4張Queen 大概也是從8%提高到12% 可是並沒有太好 那我覺得Sharklook這邊如果假設下注的話 應該可以輕易的收下底次 那看來這張S會讓大家的動作都要被封鎖住了 應該大家都會選擇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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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次我們這邊有一個黑桃溝 選擇試著看來不能在這邊直接收下底次 由於在這種短牌的話 大家都會先入為主的觀念 就是都很容易中很大的牌 所以在這邊反而如果看準時機去偷 也會讓對手完全沒有擊中的狀態 也會比較容易相信你 所以你手上有一些關鍵的block 就是你手上有一些關鍵的主擋牌 就會是你在這個遊戲裡面最重要的 偷擊的武器 而不是什麼都沒有的去偷擊 還是要有一些東西會比較適合 好 某 Elle 好,感覺這邊又是一把平根的底齒 現在我們並沒有看到太多有人會選擇加注的策略 那這把就稍微有點意思了 在短牌裡面開個789、890、90勾都是一個非常非常潮濕的一個牌面 那現在這一把牌是三家都中了一點東西 我們的Hashen中了一個Nuts 我們的一個順子 而我們的Shakluk這邊中了丁兩隊 而我們的Earlings 而則是中了一個Hilo卡順再加買銅花 而對手手上一張紅心都沒有 所以這個中紅心的機率有稍微提高一點 所以這一把應該是個原家牌應該是大家都會打起來 那這一把牌很有可能是個大對決喔 Earlings這邊有可能會試著來做一個投機 應該也不是投機,應該是半投機吧 應該是做一個Semi Bluff 因為畢竟他這邊有一個很大的成長空間 可是他的牌並沒有開牌的價值 如果他這邊是個什麼90紅心 或是9...9溝紅心 K9紅心我覺得可以選擇用根柱的 因為你中了一個9 可是在還沒有中牌的時候你的牌就是只有勾海 那我覺得他這個Race我覺得非常不錯 就是他可以試著把對手一些兩隊 甚至有一些兩隊都可以打蓋 或是對手在買一些上升順的組合也可以把它打蓋 而他這張勾也擋到了天升順的組合 所以要選擇在這邊加組 那像香單的這邊我們的Huggen不能讓對手便宜的去看到下一張牌 而且他又沒有位子 我相信這邊應該會是個O-in 在自己勝率最高的時候把籌碼丟出去 好 我們的Huggen選擇了再加組 其實他這樣子他的牌力已經算是非常明顯了 因為這邊如果你沒有中了一個Nuts 沒有中了一個順子的話 你這邊就算你有三條都沒有辦法選擇再加組 好 我們兩家都O-in 那我們看一下Earlings會不會有機會買到銅花呢 有五張牌大概有百分之三十 喔 不止 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勝率 因為應該說有百分之四十一是可以Chop 有百分之三十二的話是可以拿下這個地勢 那我們的Huggen的籌碼是Cover我們的Earlings 我們來看一下轉牌 是來一張9 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可是他的順子的組合 一樣是剩下百分之七可以Chop OK 沒有任何的擊中 我們的Earlings獲得了我們這場比賽的 第八名 那我們場上剩下最後的七名玩家 好 皮特傑天選擇蓋牌 好 我們這邊的Leon會不會選擇加組呢 三萬六萬 選擇加組了大概是八個前組 那我們這邊的Winfer 有一個A10銅花 面對Leon來說的話 Leon是一個比較鬆的玩家 Winfer這邊我覺得至少是個跟組 那Huggen這個66 看似不錯 平常可能不會跟 可是這邊有機會會跟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四百萬的後手在後面 所以跟一個66 其實在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是有可能會跟住的 那正常來說可能如果蟲毛少一點的話 66應該還是直接蓋掉會比較好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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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目前沒有人擊中 而我們的Winfer 有一個S10 也選擇了一個過牌 那我們的Leon是擊中了一個9 可是他也選擇在控制底次選擇過牌 全部都過牌 那在這邊 我們的Winfer Hit到了他的S 那因為這個結構來說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我猜Winfer會選擇繼續的過牌 那Huggen就乖乖的抽吧 看有沒有機會抽到三條 那我猜應該也是大家都會選擇Check 那我覺得Winfer這邊要做價值下注也並不是不行 只是我覺得比較沒有這麼必要性 因為他的牌已經有很好的攤牌價值 尤其面對我們的OpenRacer他也選擇過牌 那這邊我覺得要不要下一個注 其實都不是一個太大的影響 我們的Leon居然沒有跟住他的Ace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Ace在一個合牌的一個下注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跟住的 已經把底次控制到滿小 去隔離封鎖所有對手的動作 很多人就會說那如果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玩家 那我繼續在後衛做一個瘋狂的3Bet可以嗎 當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冒的險就不只是這樣一點點 因為很有可能Winfer在這裡不只是拿三條圈會做一個家注 有可能他已經用葫蘆了 對啊他有可能會拿Nuts也是一樣打 因為4V嘛他總共是想要造詞 所以你在後衛盲目的對一個 你沒有解讀的一個牌力去做一個3Bet的話 你大概率大多數情況下是-EB 而且會輸很慘 你經常你這樣偷一次你好像偷了很多 但一旦失敗一次你就對命就丟了 失敗一次就是終結了你的錦標賽生命差不多 因為你要知道在轉牌做一個3Bet 你要付出的籌碼代價幾乎是非常非常大的 當然如果在剛剛那種情況下去做一個-如果你有非常-兩張手裡的強Nuts block 阻擋了堅果牌的話也是可以冒險做這樣的動作 不過一定要是以非常低非常低的頻率 那我們這邊Tentoc Long 選擇了一個25萬的下注再40萬的底次 那我們這邊的Huction是一個一定會去抵抗的牌 而且這種雙頭順算是非常非常強的牌啊 目前雙頭順對於一個中set也沒有太多的落後 一個7-3開而已 再加上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是個平跟嗎 還是他要選擇加注呢 對手的後手是150萬 也許會有可能選擇加注的 他直接選擇All in 那秒Call了 2-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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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不可能會蓋的 這裡是2nd Nuts 對 一個對撞 他在Slow roll 是有點像 你還是他?我不知道 他選擇有一個32%的勝率 來看一下他的雙頭滿順 這是因為他的後手的確是 不多了 這裡的確可以跟隊友打完 的確可以跟隊友打完的一個組合 來看一下 還有29% 20球 Lulu 剛才他的絕對勝率都有32%左右 所以他只要很低很低的對手7排率就可以了 哇 我4條Call 他擊中金剛 這把 這把可以算是 最好把Huston打殘了 也還好 也還好 也只打掉了180萬 因為他也是看到了對手的後手籌碼 也是非常的 不多 因為如果他選擇跟住了之後 那他這裡其實是一個面臨 對手的一個 第二條街的有可能就是拳下了 那他這裡 不管怎麼著 大家這裡Call了之後 第二條街還是要Call的 面對對手這個後手 所以乾脆就把自己的籌碼打在前面 在槍口位的K是同色 選擇跟住 我們上次M2也選擇用A10雜射選擇跟住 Hijack會蓋掉了他的圈八雜射 比對接成這裡一對六也是可以選擇跟住的 進去買set 在短牌中 你手中的對子擊中按三條的概率是遠遠大於在長牌中 那我們看到 裝衛是一手無敵大的牌 這裡做一個非常合理的擠壓 在有三家已經Limp的情況下 在有三家已經Limp的情況下 做一個50萬到60萬的家族都OK 78萬 非常的重 880 780 780 非常的重 哇 我們的Lion真的是 頭很鐵 非常的黏遲 非常的黏遲 因為我們可以使同色 面對一個裝衛的 Squeeze 直接跟住了78萬 你看 我看這個Tentoron他選錯招式了 他應該要像昨天的Peter Jetten一樣直接O-In 對手說不定 直接O-In就扣不動了 太多了 但打一個78萬這麼重的主 都會得到K10的支付 太延遲了 太兇了 我看一下這個翻盤 來張Q的話就上了 這邊AA級很難打 如果這邊如果他兇一點直接當被O-In的話 因為他沒有什麼8-9的範圍 直接O-In 這邊如果還會加到78萬 他範圍其實很明顯 要嘛就是AK AK AAKK 的重牌 那其實就像我講的 就是我剛剛 我就覺得他這邊當被O-In 哇他還是抓了 那肯定要抓了 對手的範圍 對手的形象太鬆了 對啊 但是 你會看到短牌就是這樣子 先放進去的優勢非常大 因為 因為他即使是面對一個這樣的情況 中了一個中隊 面對人家的超隊AA 都依然有27%的勝率 這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底池 底池裡面現在是擁有749萬的籌碼 這把誰贏了誰就是Trip Leader 如果轉盤來一張Q的話就更具戲劇效果 看一下 好一張8 我們AA目前是有82%的贏率 我們AA目前是有82%的贏率 可是發出9的話就會分錢 對 有14%的概率分錢 對 有14%的概率分錢 看一看這個749萬的底池 花落誰家 REVOKE 一張K 哇 真的是 是 六是一個 真的是 鬥士 雖然是非常的非常的兇年癡 在排斥好的情況下 是連續的先翻對手的巨箭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場上現在是出現了一個超短碼 三個前駐 三個前駐 三個前駐他只能玩三手牌 那麼 在這樣子一個抵制配率下 應該是 這手牌才就要迎來他一次all in 那現在他應該 就差 因為這個是有前駐的 所以他應該 這手牌就要all in 這手牌就要上 你想他後手只有 還有附完前駐之後還剩兩個 但是底池裡面已經 有七個前駐 對啊 排率非常好 排率無敵好 那我覺得這邊HUKSHEN 和WINGKSHEN 就直接all in 也不是不可以喔 好 選擇 跟駐 那個COP 那個COP 推出來我都P 難道他只有射推 還是什麼 最多的10億 最多 最多的1億 是3萬5千 他的all in 是沒有大過16萬 他的all in 是沒有大過16萬 抵住8萬的情況下 他只要大於12萬 大於12萬的一個all in 這也是為什麼他的A圈 在這裡沒有選擇去加注 因為他知道 後衛的這個短碼 我們的Tentacle Runs 一定會all in 並且一定會大於12萬 那我覺得有一個有意思的是 如果這時候 我們的Lion選擇跟注 然後HUKSHEN all in的話 Lion可能就是說 來呀來呀 589就跟你上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好像還是不行喔 所以還是得超過16萬 能在哪 40萬 都得超過70萬 可以 40萬 成功 不 你不 mat 超過 肯定是80% OK,我召唤 这是个奇怪的条件,但那是不错的 不,我确定是错的 我已经召唤了这些条件,但我们能够改变 我刚刚刚打了这些条件,我刚刚打了这些条件 我刚刚打了这些条件,他们把我们做到最低的条件 真的吗? 对 我们已经问了每个四个人 因为我们认为那是很奇怪的 好,场上的玩家在跟赛事裁判在讨论 那么到底最小加注是16万还是12万 也就是最小的下注量是4万还是8万 所以这样我们的哈选是没办法再做一个加注 那就是埋伏失败 不过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根据赛制的不同 会有两个不同的选项 有些地方,他的差额下注法是12万 如果是双倍下注法,那就是16万 就看他的第一次加注的一个最小量是多少 到底是16万还是12万 那这张桌子上是16万 我们这次的短排赛事组应该都是16万的一个最低下注 也就是说是双倍的抵柱 也就是四倍前注的一个下注 那我们来到了一个翻牌 任何一位玩家手上都没有红桃 任何一位玩家手上都没有红桃 用八九杂色,另要跟一番 我们的Hexen也是看着直腰头 一张红桃 可能要被brov掉 可能Hashen就会被brov掉 现在Hexen现在是在想 对上一个这么凶残的激进的玩家 而且对手有710万的筹码 710万的筹码 尼克红桃怎么搞 真的要怎么搞 好惨 转拍最讨厌看到的就是红桃 这种东西 对手过牌了 那还不错 对手过牌了那还不错 对手过牌了那还不错 可以看到我们的 Time Take Long 是没有任何的击中 那么势必会出局了 两位玩家都比对手 都比他大 他已经在玩手机了 他已经在玩手机了 报告战况好惨 我们的AA 我们Hexen这里 好难抉择 因为没有位置 最重要的关键是没有位置 而且他的确 我们的利昂是有可能拿一些 红星在后面做check 关键是他这里实在是 实在是 太难了 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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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还是有个 对 选择了一个 选择了一个 然后直接是收下几次 然后我们的Tentacom 这边出局了 剩下 剩下场上剩下最后六名玩家 来到一个六人的标准桌 而当你的后手手码非常深的时候 你可以 拓宽你的跟住 对手拳下的范围 但因为 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大家都知道 对手可能会推很多很强的牌 前8%的一个牌 但如果 对手推出来100个前注 那正常情况下 你的 勾圈 或者说甚至六勾 一定是扣不动的 对 但假设你的后手是500万个前注 那你这里应该是100次 就是一亿次你都要call一亿次 因为 你只要赢其中一次他就死掉了 而且你输对你没有影响 对 这就是所谓的 一个凯利公式在牌桌上的 运用的一个侧面的体现吧 可是我觉得可以做微调啊 如果你也不能调到太夸张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500万个前注的话 对手拳 我也是不会有500万 就是我把它讲个实际上一点 所以就是 假设比如说我是什么 假设就算是我的3 我有3比1好了 也不能跟到太多 如果是10比1 10几比1 那就可以跟很多了 基本上一个20比1的筹码 就可以完全忽视盲足结构了 20比1的筹码 你可以call所有的范围 在短牌里面 可以call到最低 就是排力池的最低 那一个 因为虽然你的排力的确是一个落后的 但是你只要 赢对手 就是赢只要有 因为你这里的 赢的概率不需要太大 对手对你的伤害也不会很大 但一旦是你call赢了这一次 你的收获是比较大的 这里每干掉一个对手 你的奖金就可以往前增长 几十万的港币 好 两边过牌之后 装位 这边我们的shack rook 是已经击中了一个顺子 一个5 6 7 8球 A6 7 8球 因为这张X是可以当5的 然后我们的hack rook 是有一个上头卡顺 卡纳子顺10 那我们的reon 有A8两队 这里是一定会跟住的 A8两队 在他眼里是 他可以call很多牌 那A8更加在他的跟住范围里 Reverse 我们的reon 真的是在这张车子上 非常非常的好运 他运营是非常好 打得好小 他选一个induce bluff的一个驱马 打十万 引诱对手加住的一个驱马 出了两 出了一个攻队Ace 面对这个十万的驱马 他可能还会觉得自己大 对啊 因为觉得这边如果只用跟的 有点可惜 就是用跟的有点可惜 好 选择all in call 哇 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 被埋伏了 这就是钓鱼成功啊 我们的reon 在这张车子上就有很多花式的打法 可大可小 他Reverse的一个十万的驱马 真的完美的隐藏了他葫芦的一个牌力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妙 我们的reon 我们的reon 在这张车子上是真的有点 势不可倒 这是我们的大魔 感到有压力了 已经有将近八百万的筹码 八百万筹码 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盲注级别是来到了五万十万 有一次涨盲 直接在枪口位加注到二十五万 五个前注 那我们的peter jetton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抵抗的牌 好 一对死 全的跟错 现在来讨债了 哇 哇 这个牌 打完了 他直接O引了 一秒就更加 但是他看到对手的牌的时候也是很快 只有现在三条的胜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九 哈哈 我们的Leon真的是排来一阵风 真的是大魔 而且一直是能跟对手撞到cooler 这真的是超级cooler 因为他中铜花 他也是花双抽 超级超级超级大的牌在这个里面 顺花双抽 看一下 会不会炸弹对铜花顺 没有中 现在我需要0 哈哈 他依然是有四十的赢率 看一看 是什么呢 A9红桃 哦 没有发出来 哦 非常的惊险 我们的决定也是大松一口气 这把真的是超 55开的牌 对 对手O引他秒call 以为自己大了 结果对手 秀出来的K K勾红桃是大到吓人的 是比自己的三条起来要大 真的是 吓都吓死了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 面对这样子一个形象 你真的是很难去相信 他有这样子大的一个牌 对 两头铜花胜抽牌哦 我一手 顶端Range 在前之位埋伏 我们的 我们的 Sonshammer是埋伏到了 埋伏了一手KK 看一看后卫有没有人 没有任何的牌 Winfer这里是八七杂色 也不太会在这里做一个squeeze 选择继续的扩牌 KK没有埋伏到任何的 选择 哇 第一张就是一张K 超大牌 在这个牌面上 超大牌 目前这个牌面 因为有一张A的存在 所以没有两头开顺的一个脚牌 那他也很希望其他对手 任何 他其实应该心里很开心 因为至少会有一家有A 通常 通常这样来说 结果没有想到啊 他就抓A了 他就是去抓A了 对 那我觉得Jet Tan 这边有机会会更一张 因为毕竟他有个卡顺 还有一个后门的一个圈花 所以有可能这边会更一张 是有机会的 但是他的下出量也太大了 三十万 大概是 四十五万里面下了三十万 四分之三 蛮大的 三分之二 蛮大的 那另外两家应该是没办法做抵抗 那我们看转牌 可是刚刚两家也没有任何的Jack 所以其实 如果真的有机会 是会掉出Jack的吗 哇 知道红星S 就有点意思了 有Nuts后门听牌 对 KK现在如果对方真的是重滑 其实KK现在是输的 那现在 叫一告子 那现在Peter Jetton 其实他 觉得应该是 是觉得开心的 他喜欢看红星 但有时候他买到的花 他是最大的花 Jetton现在是没有摊牌加值 可能要打 可是我觉得 也不是说没有摊牌 我觉得这边可以拿一个free card 如果因为这边打的话 吃JackRace就很难受了 就非常难受 105万的底持 如果你下70万 吃到JackRace盖不掉了 是啊 我觉得 他现在是试着要打 如果你下70万的话很难盖掉 那我觉得这边 60万 应该会遭遇对手的O win 60万 这边KK是必要O win 也可以call 但是 大多数情况下 他肯定会选择all 因为他后手抽嘛 210万差不多 也不是太多了 对 他这里all in就是一个超迟一点点的all in 底持里面现在有165万 那 很难call了 这里 他如果选择打了 可能有机会梗 因为 好 盖掉了 打60万还是可以去 还是可以盖的 哎呀 这个60万就浪费了 如果是我我比较倾向于拿 拿一个free cut 那当然 当然打 因为其实这上面 上面有2张S 1张K 其实就 不是很好处理 如果打80万 打80万 盖不掉了 因为打80万的话 底持里面有190万 对手再加210万进去 那就有一个400万的底持 那么你要跟的是 210-80 那你要跟130万 对 跟130万去 400 去看一个530 530的底持 对 那80万是盖不掉了 我们的J10拿到了一个 算是Nuts啦 现在在这个时刻 四人座 好 好 没有人冲动 好 高手在下注的时候 也会避免去自己 下一个 在对手 后手很短的情况下 下一个中注 导致自己就被动套吃 这个就很尴尬 非常尴尬 所以我们的场上优秀的玩家 也不会犯这种错误 来看一下这位牌 我们J10是没有MF导人 目前底持是40万 他有一个TPTK 而另外一家对手 我们的Leon 是用一个卡锅子顺子 还有一个后门Nuts花听牌 Hexus没有任何的东西 应该不会在这里 选择强偷 选择过牌 那至于 翻牌的过牌 翻牌的过牌 就代表 我们Hexus放弃了这个底持 但是 在转牌的一张十位 他带来了双头买顺 那我们的Peter Jr 虽然中了顶对顶踢脚 可是他也在试着 来控制这个底持 在没有位置的状况 选择加多过牌跟住 我们的A10反超 就我们的Leon Runner-Runner中了一队死 Runner-Runner中了一个后门三条 非常的好运 那我觉得 Peter Jr 这边可能会选一个价值下注 然后也许是个BedFull 我觉得可能会打一个比较大吧 打一个可能30万 我也觉得是30万 30万差不多 25万 秒call 30万选择秒call 因为的确 对手如果下注 Askin也是要支付 对啊 不如自己先打 也是要支付25万 30万 而且也是希望有人 有更烂的K 可以来跟跟看 对